强怒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5月9日有网友拍到 在北京南六环外 大兴机场西侧的渔阀桥上 有大批坦克和军警车辆驶过 不禁让人猜测 北京的防疫管控政策 是否还要加码升级 因为调配坦克进京 对上对下都不是一件小事 对百姓而言 坦克意味着暴力威盛 想想8964的广场事件 对高层 意味着拳斗到达伯爵云轨的巅峰 闻斗不行来武斗 同样在上海9号晚上8点 奉贤区党委书记 在区冠干部群中要求 5月20日前必须执行罪严首饰 一只带养的苍蝇 都不允许飞进奉贤区 或许上海计冰淇淋核酸 海鲜小龙下策抗原后 要开始到处抓苍蝇做核酸 上海政策的突然反扑 意味着李强喂饱仕途 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而李强的疯狂 就是包子最后的疯狂 墙内的动画片光头墙涉嫌辱滑 网友戏称 再这样下去 是不是连惩罚口诀表都一起背尽算了 上海某大户人家 在主人物资紧缺的危机时刻 家里的飞庸收到了菲律宾驻华使馆发来的物资 此事可以看出 从雇佣关系上来讲 你是主 飞庸是仆人 但从国家和人格角度来讲 上海从没把你当人 主仆关系似乎倒置了 在上海宝山区 两个互不认识的密接者共用一床被子 电话投诉后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再找一条被子给他们 那是政府的吧 嗯 对 我是共康五层 设定一个 信用病 设定啊 设定一床对吧 诶 五层 设定一床 我呢 听说 因为阿拉罗里下有阳性了 因为我觉得是决定决定的 嗯嗯 但是呢 我 跟我两个人给忘给 嗯 两个人给忘给也没切成 我没切成 没切成应该一个人给忘给了 我下来两个数不像是个 一是八层 我是五层 那后可以打来着呢 打来给忘给的一下呢 其实是这样 那你那时候有一条被子 嗯 我没想过要捆 要不想过要捆 那哪里边啊 这个问那个 就是说九点前 才要一下那个被子 不是啊 一个日子就记得 假如别生 我就门过来 来干嘛 你那要说 第一日没结成 晚都没结成 嗯 没结成就没结成 那他怎么给你呢 那这个你说 我这边给你记录一下 我这边给你记录一下 那这个要马上加纸 那这个一辈子要记不上 这是我为日子记不上 你不是连黑的 也不是连黑的 也不是连黑的 我了吗 那这个都做出来 我又就是报不上这个事情 应该连黑一种地方 有个地方 就是夫妻两个都 一人以为没结成 两年 要有一个结果给分开了 那本人这个 两年 我去哪里 把他把他结果给了一下 而且送公鸦 那叫笔头 我想一来一来干嘛 对吧 嗯 这个能还要 把这个 这个能不能够 能够按照 你这个肯定要有 有笔的 我找到这些 应归来一下 我去哪里 我才在哪里 在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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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时候 我去哪里 肯定是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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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这个辈子 肯定是要为他们要 我去哪里 我一直在 别人问 别人问 我地方要忘记分开了 我一没接到 我没接到 我回到 一样回到我看 那你让你往这儿 给忘记了 那你跟东西问您的 对吧 一日在 两日在 没接受 他一日在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那他说 主持人会去哪里 我帮你 我帮你 给了 赞学费亏 好吧 我说 我帮你打发 我现在 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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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帮我打发 我就 我慢过你去了 这个人提报 我给他知道 这个是绝对是为非生争 两个面子就是我们能不能挨得 不能把那条纜劳拍到嘎手里 而且搬那条笔头 搬那条笔头就出了 要看看他是理掉笔头了 所以这才是提示看的 我认为能够不打扮 要解决一个问题 不就如果我们会的 我们会的动员 我从头上去 第三回我是安徽人 我以前在无锡 这个货车站等三天了 我原买了三十日票 可以给点票扣掉我百分之二十 那原来的话现在是我根本的一个老年纪 搞不到手 手不来这个马 我也把他这个根本的黑手 都不回家 求求你们香港部门 能不能帮着我回家 我今天七十岁了 你有身份证是吧 七十四 你在这里躺了几天了 三天 嗯 他们怎么说的 跟你怎么解决的 我有点决的 没有解决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就住这里 昨天晚上 今天小本来他回走了他 他又没有老年就少不了那个行车马 少不了行车马 不让他就是少不了行车马就是不让他上车是吧 票票也买不到是吧 不让不给买是吧 票买了 火车票买了吗 买了一车的 上不了车 上不了车就是因为没有行车马是吧 是不是大爷 你想不想回家想回去 我想回家 你想回家 想回家是这样的 嗯 今年那里一个大潭雨 嗯 那个女的太长了 是哪个女的太长了 我看一下 租长贵啊 当回安庆 53年的 那你拿好 这是你有核酸马是吧 有行车马了 这是做的核酸 这是 门铃码吗 门铃码 个人门铃码 你没有手机是吧 老人铃码 老人铃码 少不了行车马 在某市中建工局医院门口大白拉起条幅 由规模的组织起抗议活动 不知道这散犯巨重闹事巨重流行 是不是可以按照山东编辑国家政权最论处 不能让抗议英雄刘瀚要流泪 要流泪 不能让抗议英雄刘瀚要流泪 要流泪 刚才等你的时候 你的外长跟我说 我将是你在清瓦台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 我非常感谢 你在今天 在百忙中还能抽时间 拨荣会见的 这次 我首先要代表他 转达他 对你亲切的问候 和良好的注意 我也一定 把你对他的问候 转达到 上海百姓上演越狱大逃亡 六层楼沟放下软铁逃水 上海抗议中 无家可归 露宿街头的女孩 再看看在高压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之下的强国人 日常到底是如何出行的 他们被封锁 被关在家里 饿着肚子 翻越铁丝瓦 钢板 或许只为一口饭吃 然而连这 都被禁止 行 我感觉我的话 已经触及到你的灵魂了 我一向被打包了 更好 在家里的宝贝 和我 我